赌城枪剑悬疑至今没有解开 让当地的学生深刻的反思 一所大学用前所未有的方法 培养学生树立健康的生活态度 另外哈利森福特在线风采 新科幻片《银翼杀手2049》 挑战生命和道德的底线 大家好 欢迎收看这一期的美国万花筒 我是叶凡 拉斯维加斯的枪击案发生后 当地的学生们正在逐渐地恢复正常的生活 内华达州立大学 拉斯维加斯分校离开悲剧的地点只有几分钟远 学生们至今还在困惑 到底发生了什么 今后要做些什么来避免更多的暴力活动 他们期待这座城市会摆脱阴影 为游客和居民提供一个更加安全的环境 校园里看起来与往常一样 但学生们来到学生会外的这座广场 因为发生了那件事 这少了一点生气 人们还是在思考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这个纪念园地反映了 他们所熟知的这个世界 是如何在一夜之间改变的 我们现在甚至怀疑学校里是否安全 从那以后我完全避免去拉斯维加斯大道附近 执法人员随身携带的摄像机 拍下了混乱的场面和恐怖的枪声 看到所有这些无意义的暴力的发生 确实会对你造成影响 但是美国人民是坚强的 这对他们来说只是一次考验 在校园里 无论是外国学生 还是拉斯维加斯的长期居民 都认为这种暴力本可以避免 在美国可以非常容易地购买武器 而正因为如此 死亡数字可以在几小时内快速攀升 我认为政府必须改变一些法律 我认为政府绝对应该改变 枪支管控的一些法律 因为我认为个人不应该拥有任何 像步枪和猎枪这种攻击型的武器 这种武器是为战争而造的 这不是人们应该放在家里的东西 你不需要一把AK-47来保护你自己 你只需要一只手枪而已 迈克尔德根拥有一把枪 他们必须做背景调查 确保你有能力吃枪 我感觉酒店和赌场 现在可能必须在行李检查上改变做法 罗德里哥·马丁内斯 平时做送餐服务 不得不去赌场 但是他说他更小心了 我去赌场和拉斯维加斯大道时 会非常警觉 我现在不想在那待太长的时间 拉斯维加斯是最重要的旅游城市之一 这绝对会改变一些人对拉斯维加斯的看法 令他们震撼的还有悲剧降临时 当地居民的慷慨和慈悲 这件事把人们团集到一起 所有的公民甚至有人献血 捐钱和水 在这场悲剧中 学生们说他们更加珍爱 这座自己学习和工作的城市了 保持身心健康也许有助于减少暴力行动 罗门特大学开设了一个名叫 身心健康的项目 用前所未有的方法 鼓励学生培养健康的生活方式 去年刚开课的时候 只有120名学生 这个学期 学生的人数几乎增加了三倍 学生们正在练习冥想 这可是在修学分哦 这门课叫做健康头脑健康身体 是佛门特大学身心健康项目的一部分 这个被抛来抛去 长得像人脑一样的足球 是为了放松身心 佛门特大学医学院教授 詹姆斯·霍扎克医生 创立了这门选修课 我们问我们开设瑜伽课 冥想课 营养课 健身课 健身伙伴 或者按需教授健身课怎么样 他们回答说 好啊 杰姆 我当时不确定这样做 是不是行得通 可是成了 去年刚开设这门课的时候 只有120名学生 这个学期 人数几乎增长了三倍 学生宿舍禁止饮酒和吸毒 违规的人会被赶出去 如果我们传授和实践 这些促进健康的活动 那么在遇到困难的时候 你就有一套全新的技能可以依赖 这就是以奖励为基础 改变行为 我们奖励你 付钱让你改善行为 奖励措施包括 免费健身俱乐部会员资格 营养辅导 健身教练 和一个进入活动的软件 毫无疑问 健身课是我最喜欢的课 楼下就有健身房 只要你去满40次就免费 当然这里的营养食品 肯定比其他的餐厅要健康 今天的菜单上 有炒蔬菜和柠檬水 学校管理人员说 参加身心健康项目的学生 升学率要高得多 和价值观相似 希望过健康生活的人在一起 肯定对我今后有好处 健康的生活习惯 会让学生们在毕业后 也受益无穷 本周新科幻片 《银翼杀手2049》 进入了我们的视野 1982年的原版《银翼杀手》 幻想2019年反乌托邦社会 将给我们留下一个拥挤不堪 污染严重的地球 不仅人类无法居住 就连通过基因设计出来的 生物机器人也无法生活 这些复制人的外貌和人类一样 被用来充当一次性的劳动力 就在2019年快要来到的时候 面对人性和人造智能的模糊界线 续集《银翼杀手2049》 再一次探索了生命的本性 和道德的含义 让我们来看看 这部续集和35年前的原版 有什么不同 在暴力镇压近似人类的生物复制人后 30年来人类调整了复制人的程序 让他们无条件地服从 可是在威伦纽瓦的 《银翼杀手2049》中 复制人再次起义 反抗他们的制造者 洛杉矶警察中尉乔西 派遣杀手警探K 前去处理危机 前去处理危机 把特权者和不受欢迎的人隔离开来 这部影片试图探索 在不久的未来世界中 我们的身份 作为人类意味着什么 并且试图维持我们今天所理解的爱 和相互关系 瑞恩·高斯林扮演杀手警探K 他本身就是一个复制人 他的程序是杀死自己的同类 在执行命令过程中 他发现了自己的人性 当你见到这个角色时 他正面对自己生活中的困惑 在这种噩梦般的生活中 寻找某种感情联系 爱情和幸福 大明星哈里森·福特 再次出演原版中的杀手 瑞克·戴克警官 在本片中和警官K 联手执行任务 虽然《营益杀手2049》的 故事情节和原版并不吻合 可是摄影罗杰·狄金斯 用精湛的镜头 呈现出辽阔的荒野 和暗淡的色彩 加上汉斯·寂默震撼的音乐 这部超现时续集 唤起观众 孤寂无助的情绪 环境的挑战日益严峻 道德规范放松了 对生死问题和科学的约束 维伦纽瓦虽然以原版影片的概念为主 可是他的续集反映出 三十多年后 我们对社会和政治的焦虑 在接下来的节目里 一位美妆产品研究员 让各种肤色 焕发出美丽的光彩 另外一种消失已久的 北美水果 给你带来新奇的味觉享受 请继续锁定美国万花筒 眉有很多种色彩 就像我们的肌肤 有深有浅 可是很多女性朋友 找不到适合自己肤色的护肤品 或者彩妆产品 波兰达阿迪斯 希望改变这种情况 她是美国美容产品公司 欧莱雅的研究员 也是欧莱雅公司在新泽西州 有色肌肤实验室的负责人 她在努力研发 适合所有女性肌肤的美妆产品 能够成为科研工作者 我感到很幸运 因为要想拥有美貌 就得先学习 如何获得美貌的知识 科学是实现美貌的核心 我在一个很有趣的海地移民社区长大 海地家庭的孩子 要么成为医生 要么成为护士 反正是和医疗有关的职业 我在1999年加入欧莱雅 最初是负责睫毛膏的研究 这是学习化妆品行业 以及进一步从事这个行业的 很好的机会 一直以来 有色皮肤的女性 很难找到适合她们的打底化妆品 比如粉底 我的任务就是让这些女性 不再面临这种问题 所以当我们有机会 着手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 我们大胆面对 并且讨论出我们自己的策略 要想搞明白 涂在皮肤上的颜色 我们基本上依靠相机 这个相机并不拍照 而是告诉我们一些数据 这些数据转换成颜色 和皮肤的颜色 我们有机会周游美国到不同的地区 甚至是南非地区 收集肤色样本 从而确保我们可以做出 适合很大一部分肤色的化妆品 在评测肤色和理解化妆品的颜色方面 最让我们恍然大悟的一个瞬间就是 女性的皮肤不一定是越来越暗的 而是越来越深的 所以我们发现 你可以用一种叫做深蓝的特殊着色剂 这是一种非常干净 生动 明亮 丰富的颜色 来让你的肤色更深 在肤色更深的同时 你可以保持肤色的自然 我们的确有一种满足感 成就感 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找到了 让很多女性正在寻找的 可以让她们看起来很自然的方法 如果我被困在荒岛上 我需要唇膏 我需要我的嘴唇处于美丽 并且湿润的保护层下 这是我的选择 如果这世界上有什么是我不能放弃的 那就是唇膏 能够让我微笑的 就是我能让别人的脸上出现微笑 当我联系 并且听到来自女顾客的反馈的时候 当我得知我们的产品 是如何积极影响他人的时候 这就是我每天起床的动力 促使我工作的动力 是一天中让我感觉最美好的东西 现在电动汽车迅速地普及 私人交通的最后一个领域也不甘落后 努力开发环保替代能源 随着电池和电动引擎科技不断进步 厂商正在研发低噪音 亦维护有价格便宜的轻型电动飞机 这是一架小型的汽油动力飞机起飞的声音 现在听听电动引擎飞机起飞的声音 汽油动力的飞机很吵而且很贵 它们排放出有毒的气体 电动飞机更安静更廉价 而且是零排放同时更安全 如果你关心飞机的安全性 那么来看电动引擎的可靠性 要大大超过我们现有的传统内燃引擎 电动飞机技术唯一的缺陷是航程短 但是随着更好的电池出现 这个问题也会得到解决 最出名的电动飞机是阳光动力二号 这个飞机装备了太阳能电池 完成了环球飞行 美国航空航天局也一直在试验电动推进器 商用公司已经在航空展上展示它们的电动飞机 德国生产商西门子公司有一种轻型的两座飞机 甚至可以牵引滑翔机 苏罗文尼亚蝙蝠飞机公司生产的阿尔法电动型飞机 有机扇电脑 可以预测故障并切断有问题的电池块 现在人工智能的处理时间已经达到这样的水平 而且可以植入冗余设计 这样我们就可以提供非常安全 而且操作简单极为可靠的交通工序 电池充电通常需要45分钟到2小时 飞行时间大约半小时 这使得电动飞机只适合训练 还有一个障碍那就是缺乏规定标准 这也是困扰自动驾驶汽车的问题 美国通用航空制造商协会正在努力 就有关电动飞机的标准达成一致 这将成为国际接受的这类交通工具 获得认证的标准 一些公司在一个国家研发 但也希望他们的设计 在世界各地得到认可和批准 统一的电动飞机标准 对他们是一个很大的帮助 专家表示 电动飞机可能在5年内投入商业生产 消失很久的北美洲本地产水果 泡泡果又回来了 不要说你不知道 就连大多数美国人都没有听说过 最近华盛顿郊外举办了一次泡泡果节 大获成功 主办人希望美国的民众 能够重新认识这种被长期遗忘的鲜美水果 让我们一起到马里兰州的弗雷德里克市 去感受一下节日的气氛 芒果和香蕉合二为一 人们通常这样形容泡泡果的味道 这种热淡水果是北美洲最大的本地水果 可是很多年前 农民认为其他的农作物利润更大 从此它便消失了 现在泡泡果又重新回到了人们的水果盘里 马里兰州弗雷德里克市的 泡泡果节的主办人之一 麦克·贾德说 近年来泡泡果被渐渐地 重新引进到维基尼亚州和马里兰州 这种奇异的植物又回到了他的故乡 他对民众说 泡泡果正式回到了家乡 这要感谢气候变化 它带来一种能量 今天大家都很兴奋 因为它们可以品尝一种新的水果 一种就生长在这里的奇异水果 你在品尝它时 它会震撼你的观念 这很好 因为我们需要这种震撼 这是泡泡果酱 布莱恩·雷蒙德和大家分享它的秘方 我们把果肉剥出来放在这里 加上柠檬汁来降低色度 封存起来 加点糖 涂在吐司上或者其他水果上 你可以把它涂在苹果上 味道好极了 另一位参展人说 这种自制果酱 加在泡泡果啤酒里感觉超配 在这种姜汁啤酒里 我们也加上了一点泡泡果 浓缩果汁 果汁里的糖分很多 所以可以代替糖精 味道非常好 这里还有泡泡果比萨饼 不过大多数人认为 还是新鲜的泡泡果比较好吃 孩子们特别喜欢泡泡果 一位幼儿的母亲说 她的孩子今天没胃口 直到她吃到了泡泡果 她吃个不停 太让我惊讶了 她吃到这种泡泡果的食物 据记载 美中原住民和早期的欧洲定居者 以及至少两位美国总统 都很喜欢这种奇异果 好 以上是这一期的美国万花筒 谢谢收看 我是叶帆 下星期同一时间再会